再来看这个兴华 兴华这个工业险金瓦呢 为什麽 最近这个辣椒的价格很不错 现在在这个大概就是 简单说 那么在这个时候 会去因为低温 低温的时候 低温 温度如果低 他这个花青素就容易被诱导 低温 花青素就容易被诱导 所以他起来 他就会出现这种 这种黑黑 其实应该是算紫色 所以低温的时候温度较低 所以一些这个火要开的水 通常温度都不可以顺火头高 还有一种情形 比如说在隔温的时候 切红素 温度太高温度太低 比如说低于15度 12度 到这个临界 15度以下 他那个橘面会变橘色 橘子色 最近隔温都不会黄 我们很好的朋友 那牛番茄都不会黄 为什么牛番茄它不会黄 这个全红变全橘 因为你那个橘红素等不下来 温度太高 橘红素等不下来 他就变成有点点感染感染 如果他就像是这温度太高 他就有一种紫色 那应该不是椰 这应该是深紫色 这种就是花青素被诱导 我们应该去酸团 这种就是这个 辣椒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比較營養 有花青素 所以你這應該是不要蠻掉 但是有一種 有一種情況是 他的標明稍微看哪種 超大超大 那是洞商 那有一種是洞商 但是我還說的一種 變紫色的這兩項 你要稍微分辨一下 比如說像你的這個商品裡面 右手邊這五條 這種都是紫色的 左邊那條我就比較不肯定 這個是不是 比較右邊這種的 這通常就比較容易出現 大體上這個東西 因為辣椒是 比較怕冷的 無論什麼樣的辣椒 荷蘭有一間公司 他就是一種辣椒是比較耐寒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你跟很多好朋友說的 耐熱的高麗菜 他是相對比較 在高麗菜裡面可以比高麗菜 你不可以拿高麗菜去比硬菜 說這套耐熱 超大人的硬菜沒問題 這不一樣 你不可以拿這種去比 所以你像這個辣椒 辣椒是耐寒 你不可以拿鑑仔麵來比 你說這怎麼叫耐寒 鑑仔麵都沒問題 這不一樣 他這個辣椒 這通常是對溫度 尤其對低溫比較敏感 他如果有的稍微比較耐一點點 比較耐 這有可能 這所謂比較耐寒 就是說他冬不死 但是顏色 還是會這樣抹抹抹抹抹抹 這是低溫誘導的 這種花青素 三星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你要讓他 有一個細胞修復 所以你就要用松素的一種提取物 我們在說到就是在冬的時候 預防含害你用這個 這種紫花木樹的 我們的吊青 這些東西下去 幫助他生長 正確是乾乾過 這種顏色上的問題 純粹是因為隔溫暈起的 不是說隔溫暈暈 這個燈沒過 其實這兩天有一個相類似 這種燈色燈比較不適合 淡塑比較高 這種你就要用這個 我們有另外一個造色的 這個 他們在葡萄裡面在處理造色 這種隔溫 或是說因為一種 這個溫度不太好 讓他 比較 大 比較不起來 這種 還是說那個顏色 這個 這德索 我來建議說 你可以用 這個 協議網 這種東西 你來 在韓海以後 你來處理一下 這 不要急著把它採掉 有的人說看到 地位如果韓海已經是受傷 表面已經出問題 臭打氣的這種 你如果是黑 不要扭掉 然後你把老爺 繼續讓肚子 只要在這個溫度回回來時 他會變有一點黑肚紅 那個還是可以賣的 這沒什麼要緊 我們最怕是說他含海 去冠中 冠著炒火燈 這種的就變不起來了 有的說我這 我這是採綠色的 這就沒辦法了 有的是 有一種是黃皮膠 這他們 炒菜在營 這如果我黑黑人就比較不愛 這通常熟水 這最主要 在價格各方面都沒有受影響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 他多了花青素 給我們花青素的誘導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花青素的誘導 因為獨特有低溫 這不會產生 這種茉莉酸 水洋酸 這類的東西要抵抗 這個低溫 那這種茉莉酸跟水洋酸 一個三星的時候 他就會去刺激到 這個花青素的一個性定 因為在辣椒 辣椒裡面有積色的 有什麼很多種性 那有花青素 那他那個路徑就會被啟動 就啟動起來 所以這有時候 我們在說這個水洋酸 在說這個松素提取物 還是說 我們這個紫花木素的這種 還是說茉莉酸 我們在做等式的 天然的茉莉酸 這類的這些東西 這種東西都有一種 就是說他在這個 煮到這種天氣不好的時候 作文會啟動 一個保護自己的 比如說糖比較高 他要修復 他就會產生很多這種分類的東西 還是說他會產生水洋酸的東西 還是說他煮到毒水 他產生水洋酸 維他命B 這是一個生物的訊號 比如說水洋酸就是 只要出問題了 他的水洋酸產生 他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比較快 要把他這個細胞修復 有這樣 所以 這給你先了解一下 這個大概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低溫造成 造成花青素的一個生產 只要是沒有炒汗 炒汗就不一樣 一種是冰冰的 那些經濟 連這個黑就不黑了 他就直接就炒汗了 就是說已經是凍 已經是這個寒海 寒海有一個不一樣的動質 比如說 在這個冷冬衣上的 這個通常叫做欺凌 這是一個寒海 如果是冷冬結冰 這種就叫做凍傷 比如說你 暗時的溫度降下來 在這個冷冬衣下 他現在的細胞就在一個時間內 他就叫擋住 他的水的結冰 他現在天更起來 溫度回溫 又有一個細胞就破壞掉 這種就叫做凍傷 比如說像我們把咖啡米拿去冷冬口 把它沾進去 還要拿出來 軟軟皮就可以破壞掉 水 然後拿去做番茄醬 就很快 很好破壞 沒時間處理就是這樣 比如說咖啡米 這個太軟了 有人就給他平衡 不然沒用 我就把它沾進去冷冬口 沾進去冷冬口 零天又拿出來 有贏了又拿出來 沖水 他現在要用去凍傷 咖啡米就凍傷 凍傷了把皮破壞掉 他就這樣 在台主人裡面也會凍傷 比如說溫度回頭 但是這一定要在這個冷冬以下 所以你這個應該不是凍傷 所以有可能是只有在冷冬以上 在這個八冬以下 這通常是叫做含害 就說去刮到 比如說像鞋子 他就敲開 這種的 去刮到 老蝦翻蝦 這種的 老蝦那種蝦蝦 那不是 發青術 不是 老蝦那是直接的 細胞都已經破壞掉了 他沒辦法抵抗 脊溫 所以他的細胞 就已經被破壞了 他就超大超大 那種就不一樣 那種的 這就已經是 你這個 還好 這種是一個 叫做 發青術的三星 所以你把老蝦蝦 熄水比較難看 但是還是有人要 你如果把它抵抗就沒機會了 所以這不能抵抗 例如是已經是 你說我這個抵抗 抵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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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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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这个介绍 今天我对朋友跟我说 我头头跟你说 再来猜一分底已经15万了 在乡林人已经在购买15万了 我说还好还有空间 应该是纪录的 但是那是红台 纪录要有23万的 23万到28万的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有空间 这算起来很可怕 你若是15万 纪录的15万一家东就是15万 所以要不一样的对待 所以你这种可能 你若是这种绿色的 绿胶这种 在台湾绿胶很少 所以你这不要买 这种新人是变 它发生素产生的蚝蚝 只要如果不是含蚝 没有糟糕 你老来它会变 食水比较少 但是呢 还是能够被在市场上 因为有水质就好 不一定要水费 不然一直跟你讲解就是这样 有水质不一定要水费 但是水水有时候 有时候家小的不怎么美丽 对我们做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爱水质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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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